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叶博依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台湾那么多了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的问题 民意在过前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的今年2015年 全球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的70周年 那么世界多国的领袖 都在新年感言中 拿这个话题来做文章 似乎预示了二战结束纪念 将成为今年中国大国外交 以及东北亚地缘政治互动的 一个主旋律 那么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已经罕见的邀请奥巴马 朝鲜总统领导人金正恩 以及韩国总统朴景慧 出席二战胜利的纪念活动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则是早在去年就提议了 要和韩国联合来举办 二战纪念活动 韩国的总统朴景慧 前几天也表示 他愿意在不设任何 前提条件的情况之下 和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 来举行会面 当然在另一方面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将发表什么样的谈话 也受到各界的关注 那么究竟二战结束 70周年对东北亚的局势 还有两岸关系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 赵教授来问我们分析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 二战和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 大概是三个阶段 一个是二战期间 一个是二战之后的冷战 一个是冷战后时期 所以这三个阶段呢 这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都是很大的 那二战期间我们都知道 这个可以说是美国 苏联 还有英国 中国 大家是一个联同盟 那么那边呢 是轴心国家 这个德 意大利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对吧 那么这个敌我阵营 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二 这个 所以纪念二战的胜利呢 那就是战胜国 这样的一个纪念的 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当年的这个光辉 但是呢 这个战后的安排 就出现了冷战 所以整个重组 重组呢 那就是变成两大阵营 中苏啊 这样的一个阵营 还有东欧啊 那么这边的西方 这又是一大阵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整个就颠倒过来了 很多情况 那么冷战后呢 那么现在又出现了 一个新的格局的变化 所以说呢 当年冷战的这个体制解体了 所以变成全球化呀 等等这样的一个 所以在这样的三个阶段的过程中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 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当然就有很多的一个意义 就是二战本身啊 它是建立了一个世界格局 比如像联合国 这样的一些战胜国 以战胜国为主组成的 这样的包括一些领土问题 历史问题 然后呢 但是里面呢 又有一个冷战期间 形成的一些格局 比如像这个美日军事同盟 美韩军事同盟 这个呢 又等于是等于 跟这个二战期间又错位 那现在等于冷战之后 那么又出现了一个变化 所以这里面呢 就有几个不同的角度 你比如说拿美国来看 它一方面呢 当然要巩固 这个二战的胜利成果 但是同时呢 二战之后呢 出现了盟主地位 也要保持 比如说跟这个北约 比如跟日本 比如跟韩国 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么现在呢 又面临着的一个呢 什么情况呢 要有中美之间 也就是中国的崛起 这样的一个新的格局 所以要处理的方方面面 非常多的层次 是非常多的层次 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呢 就是说世界政治 这个经济 军事的重心啊 慢慢的从欧洲 向亚太地区转移 这个经济方面 这个亚太地区 早就超过了欧洲 所以亚太地区 成为一个中心 而这个中心呢 一开始是日本的经济奇迹 到后来四小龙 到后来呢 紧接着呢 是中国的崛起 所以美国像 这个重返亚洲啊 就是Pivot to Asia啊 这样的一个 都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层面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你刚才还问到两岸关系 那两岸关系呢 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格局的变化 那么也是在大国关系 博弈之间出现的 不光是两岸关系 而且还有朝鲜半岛 这些传统的热点地区啊 都有一个新的构极 刚才你还讲到 习近平要跟朴槿惠 那么之间 联合来纪念 要联合纪念 其实这就很有意思了 这整个这个抗战胜利 或者我们讲二战结束 这个70周年 在东北亚这个主旋律 究竟对两岸关系来讲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跟契机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朴槿惠都说 可以补设前提 跟金正恩来进行对话 跟会面的话 那是不是两岸领导人 也可以把这些前提 或是条件给抛开 进行历史性的会面 您认为有没有这样一个 和解的气氛跟可能性呢 对 这里面就是这样 刚才我讲到了几个 它几个不同的时期的主题 也会发生变化 比如冷战那时候就是对抗 对吧 冷战嘛 那后来这个冷战后呢 就是和平与发展 要保持世界 保持地区的和平 经济的发展 所以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跟韩国的关系 大陆韩国 中国大陆 还有这个要化解一些 而这个矛盾 冲突啊 比如包括 这个朝鲜半岛 这个朝鲜 还有南北韩吧 之间的这个冲突啊 再有日本 日本是个很关键的 没错 这样一来呢 它是美国的一个盟友 二来呢 又是经济 第三大的经济体 同时呢 在历史上 又对在这个地区 特别二战 或者之间的这个 起立行为 对日本的认知 这样的一些 对历史的认知啊 所以这些呢 都会成为一个 所以刚才你也讲到 安倍可能要发表讲话 预定的发表讲话 在这个发表讲话里 究竟怎么样认知 所以这些呢 刚才我再加一句呢 就是台湾 你刚才也讲到 咱们再回到台湾问题 那个马英九还有两年嘛 你刚才说 这个跛脚总统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 其实呢 两年还是有可能有作为的 不是没有可能 那现在欧巴马还在找他的 开始找他的图书馆了嘛 对吧 到底落在哪里 这就是一个历史定位问题嘛 那么马英九也有 他其实这里面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前些那个去年 马英九不是还发了 东北亚那个和平宣言嘛 等等之类的 那么两岸之间看看 在这个期间 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突破 这里面的作为的空间 也还都是有的 好的 谢谢赵教授 那么事实上呢 今年是这个二战结束 70周年 我们在上个星期的 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 也有一位听众 特别打电话 竟然就提到了这个 要纪念这个二战结束 70周年 他也看了这个 飞虎队的一个纪念的纪录片 那我们就我们想到说 这个马总统 他今年元旦发表新年贺词的时候呢 事实上有一个漏网画面 我们来看一看 马英九他在元旦讲话的时候 他身上穿的 就是这个飞虎队夹克上的 一个夹克上面 有一个中美合作的一个徽章 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箭头上面 就是这个 他身上这个飞虎队夹克上的 一个中美合作的一个象征 当年的一个回章 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李华秋老师 你怎么解读马总统 特别在元旦当天 穿上这件飞虎队的夹克 他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想对美国或者北京凸显 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李华秋老师 是 这件夹克其实在台湾 叫做潮衣 很多年轻人都会穿 然后那天穿了之后 引起很多很多的这个议论 我个人认为到有两点 可以来观察 第一个我觉得是 有一点像美国示好 原因是因为呢 今年的这个元旦 双向元升起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么同时也有一些军官 在那边举行这个 授街的竞争的这个典礼 这个事情的话 引发了美国的这一个 很多的这一个各界的议论 那么国务院也这个发表了 措辞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谈话 所以我认为呢 在这一个状况之下 示好了这个可能性有 但是呢 也让我觉得 也在暗示美国的这一个 军中台湾跟台美的军事合作 或者是军售的这一个方面呢 也是不是有值得 我们进步观察的地方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状况的进行当中 也讲到北京来讲的话 对北京来讲有一种适合的这个意味 因为呢 毕竟这个夹克里面的这个新挑起 当然会让北京觉得是 在强调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军事的 这一个合作的这个关系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关系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也有可能的 在对北京来讲是一种适合 那么希望呢 借由这样子一个 升起的典礼当中 那么马英九总统也特别 讲到这一个两岸的这个合作 和解 那么也呼吁国内的这一个政团的这一个和解 那这当中来讲的话 我观察到 我觉得 对北京来讲的话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穿着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元旦的这个住持来讲的话 都是观察两岸关系当中 值得我们进入思考的地方 不过呢 我觉得 不管在这个两岸的大三角或小三角来讲 必然的两岸关系的往和平方向来发展 才是两岸之间 能够取到共同一致性的这样一个互信的基础 同时也在台美之间能够使得美国政府 更对两岸关系 更进一步的这个重视 对台湾来讲的话 也取得更进一步的这个安全上的这个保障 我想这才是呢 穿上这件夹克 我们一般老百姓 更进一步来思考的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空间 好的的确 马英九这件飞虎队的夹克上面 这个小小的会章可能有很多的意涵 那么究竟今年是抗战胜利的70周年 对两岸有什么意义 两岸是不是能够在纪念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方面 有这么多的合作呢 一把时间叫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那就延续东宁这个话题 继续的请教李华秋老师 就是说目前这个抗战 就是这个抗战胜利的这个日子 在台湾好像纪念的气氛越来越淡了 但是今年70周年的话 应该来讲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纪念的这个活动 那您觉得是不是其实大陆也最近在谈到抗战的时候 也开始肯定国民党的这个贡献了 您觉得是不是两岸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日子 更加的做一些比方说在象征性的表态 然后来促进双方的互信 您的看法 是从这个双方如果能够一起来对这个纪念这个七七康的70周年 有更进一步的这个空间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毕竟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国际上有许多的声音 都在呼吁中共必须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这个意义 我想这是很重要 因为假定大陆真心的对于过去的国民党 以前在这个对日抗战的这一个贡献来讲 如果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表达好的这样的一个 官方的这一个说辞的话 我想这是很重要 因为毕竟对日这个抗战过去的这个历史 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是非常care 比台湾还要重视许多 台湾的现在很多年轻人 其实早就能够知道这一个七七抗战的这个事情的年轻人并不多 那恐怕要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会比较有印象 低于这个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恐怕会关注的很少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两岸共同来 在对于这个抗战的这个纪念的这个地方 特别来加强 我认为也等于有可能有大陆有一种 表达认为说两岸一起来对抗日本的这样一个 一个作用的存在 也许也有可能 不过我认为台湾来讲的话 以台湾这样一个小国家来讲 我认为也不需要去跟任何一个大国结盟 来去跟别的国家对抗 而是要采取跟任何国家采取合作 有好的关系 这样对台湾来讲 才是一个发展软权力比较重要的一个契机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 那么回到华府也请到赵玄胜老师 就是当每次提到这个二次大战或者是抗战的时候 这个日本很难逃脱的成为一个剑靶的一个情况 那今年70周年更加是如此 那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 这个安倍晋三他说 他在今年3月就要设立一个这个谈话 拟定委员会 他可能会在今年的8月15号 日本叫做二次大战结束 今年日他会发表一个重要的谈话 那么很多人就好奇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一个谈话要花半年的时间去来拟定 是不是安倍到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比较重大的声明 他也说了 他目前也透露一些消息说 至少目前来讲 日本的态度会延续历任内阁对于二次大战的一个立场 那您觉得或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宣誓 此外安倍他这个说一句道歉都如此的艰难 究竟是他个人的意识形态 还是他这个国内政治的考量 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历史问题在日本来看 也是不能避开的 很重要的在东北亚国际关系 从日本本身来看 我们都知道过去有过村山谈话 那么当时是在野党执政 那么后来又有河野谈话 它大概主要是两条线 一个是承认对亚洲造成的伤害而予以道歉 再而是特别就卫安夫问题做出承认和道歉 那么这两个在安倍上台之后 这一任之后 曾经有过不同的声音 说是不是还要继承过去的这两个说法 那么最近日本方面也就这个问题 反复地向美国做出了说明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二战期间 这里面有美军战领 有美军主导下的新宪法 那么这种情况下 美国比如说对安倍参拜建国神社 表示了失望 用了失望这两个字 所以这些态度也是很明确 包括卫安夫 你像希拉里曾经提过 就不要叫卫安夫了 首先叫姓奴 用这样的一个非常高分贝的 批判的一个方式在历史问题上 就一方面是军事同盟 但另一方面历史问题你不能倒退 这个美国方面恐怕这个态度 还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更不要说韩国 中国这个强烈的抗议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安倍只有走这样的一条路 也就是说 他应该我的判断是 因为最近已经放出这样的信息 就是说过去的河野谈话也好 春山谈话也好 不能否定要继续下去 所以我判断他下一步的讲话 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 这也出于做出重新的许诺和认可 这也出于日本自己的一个利益 那么再反过来说 我们看到APAC期间 安倍和这个习近平第一次见面 尴尬的握手 对吧 大家虽然这个见面本身有点尴尬 你看这个图像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比如像刚刚又有在东京的 日本和中国的军事方面的高官 在一起讨论危机预防与危机管理 不要在钓鱼岛 或者是尖阁铸岛这个问题上 发生擦枪轴火 这些都表明中日之间还是务实的 将来恐怕还是要避免出现 军事冲突这个方向走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东宁 好 立可来接听电话 湖南的张先生您好 请讲 湖南张先生 喂 你好 东宁好 台北的博弈好 两岸的嘉宾好 再来我想谈两点看法 一个 我完全赞成李华球先生 对这个习俗会的预测 我相信15年 习俗会的可能性 是大概率的事情 所以李华球先生 不愧是搞战略研究的 第二个问题 刚刚最近一个数字出来了 两岸的这个经济贸易 台湾的对大陆的贸易顺差 达到了一千几十亿 说明那个台湾跟大陆 这个经济联系是相当紧密的 现在问题就是深水 政治问题 那么怎么打破僵局 由于最近习总上台的两年 在政治上 在国际上 就比较强势 所以要掌握着 国际话语的主导权 其中向这方面努力 所以最近有个预测 在这个海峡中线 中国大陆要开立新的航道 这是给台湾一个警示 就是说你上不上谈判桌 我相信马英九先生 最后这一年多 是没有什么政治顾虑的 好的 非常感谢湖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最后提到 这个中方开设新航路 是不是挑战海峡中线的话题呢 我们赶快也会最后来进行讨论 很快再接听一位张化瑶先生 您的电话 针对我们前两个话题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瑶先生 台湾是日本殖民地 以前殖民地 到底就据说 台湾算是上败国 还是算上败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两岸之间 它法律上的问题 包括是台北 中美的法律条约 然后台湾关系法 一个条纹 整个路线 我们到底是 两岸之间以后修宪 到底是要怎么走 会比较好 然后我建议就是说 台湾应该是 以全日本 民地的中华民国的名义 申请加入 好的 非常感谢 张化瑶先生 不好意思在打断 你们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还有第三个话题呢 所以请还在线上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耐心等待 有关案在结束 其实中延的话题 我们先告一段落 稍后我们要请专家来分析 中国华设了新的航路 是不是挑战海峡中线 两岸有可能擦江走火吗 而美方的表态 又是否能促成 两岸就此协商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